我此前已经阐明了中方的立场 今年5月8日 美方将中国驻美记者的签证停留期限 大幅缩短至90天以内 而且要求每三个月要重新申请延期 我们了解到 有关中方记者均早已向美方 提交签证的延期申请 但至今上无一人 获得美方的明确回复 我想再次强调的是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出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 不断升级对中国媒体的政治打压 美方有关行径 严重干扰中国媒体 在美开展正常的报道活动 严重损害中国媒体的声誉 严重干扰两国间正常的人文交流 美方一方面标榜新闻自由 另一方面却对中国媒体 在美正常的采访进行干扰 增加阻谋 这暴露出美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虚伪性 是赤裸裸的双重标准和 中方必将对折做出必要和正当的反应 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